日本 融燈台灣人最愛造訪的國家之一 除了美食 文化遺產等觀光行程 日本也是台灣登山者的天堂 你看對面的山 超美 有著完善的路線規劃 世紀不同的絕美景致 日本的外活動 與台灣還有什麼不同感受呢 下雪了 天啊 好想哭啊 這真的很漂亮 給大家看一下 過去五年 我與夥伴們拜訪了台灣將近50座百月 在這裡我學習了各式登山的安全技巧 紀錄台灣高山的壯闊美景 與山友間的感動 這個冬天呢 我們即將出發日本 除了登山以外 我們也一同體驗了滑雪 冰吊 胖胎車等冒險行程 我們藏新的日本商務的美食 學習日本登山文化 學習日本登山文化 欣賞雪國夢幻的美景 超美的 這次 帶領大家一同體驗 翻閱的冒險旅程 下去他可能就下去了 三個鏡頭都被救我 好大耶 好大耶 超厲害 哇 那個素酸好美喔 滑雪是許多國民向往的運動 自身於在雪白的世界裡 感受著速度帶來的快感 但要學會這項技能呢 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哇真的好興奮喔 沒有我們現在也很夢幻 也在下雪 真的 日本 榮登與台灣人最愛造訪的國家之一 除了美食佳搖 豐富的文化遺產等觀光行程 日本也是擁有許多戶外活動 實在台灣是很難體驗到的 想到日本的戶外活動啊 想必對於滑雪一定不陌生吧 要在雪國中有效率的移動 勢必要將滑雪的基本功給練好 20分鐘吧 我覺得躲在廁所窟 這一次我與夥伴們即將出發日本 並邀請台灣專業的滑雪教練 凱希以及Gary 請他們傳授我們滑雪的基本要領 我從來沒有滑過雪 但我自認我自己的運動細胞不算太差 再加上這絕美的景色 絕對是一場難得的體驗 滑雪啊 它其實是指利用滑雪板在雪地上滑行的一種活動 滑雪的英文的名詞叫做Ski 它源自於挪威語的詞彙 Ski 意思就是小段的木頭 在瑞典的洞穴壁畫裡也有留下滑雪的證明 最早可以追溯到4500年前 當時居住在北俄以及北歐的人們 為了能在冬季中穿梭在崎嶇的山區裡 進行狩獵以及運輸的活動 就延伸出了這項工具 所以在滑雪在成為這個休閒運動之前 它其實是主要用於運輸與商業的工作上 到了近代滑雪漸漸的普及 就演變成一項冬季運動的項目 現今的滑雪運動啊 已經有許多不同的形式 例如我們常見的滑雪又可以分為Ski 以及Snowball 而我們這次呢 兩種都會體驗到 為了想要在戶外學習這個滑雪的這項技能 這次我與兩位熱愛戶外冒險的好友 三女孩Melissa 與自行車部落客Linda 一起飛往日本山形戰王 日本藏王位於山形線與工程線的交界處 日本藏王位於山形線與工程線的交界處 是日本東北地區的滑雪勝地之一 可以選擇坐飛機直達山形機場 或者像我們一樣從東京搭乘 通往山形戰的JR電車 再轉達40分鐘的藏王溫泉巴士 直達藏王溫泉街 從市區開往郊區途中 沒想到幸福來得這麼快 是雪 是 超美的啦 很開心 天啊 相機都不能關 相機真的不能關 超漂亮的天啊 而且這個雪就是要 來 現在來的是白的 因為我聽五月六月來 它就是片黃 因為會有灰塵 所以我覺得 現在時間來的是對 因為是初雪 好冷喔 真的有冷 真的有冷 經過了一整天的長途跋涉 我們決定先在mall裡面找一間店享用美食 補充一下體力 不得不說我真的很喜歡日式料理 いただきます 嗨 剛才下來真的超冷 超冷 哪個冷 真的冷 真的超冷 一出來就是我看你們講話的時候都在冒 冒煙 飽餐一頓後呢 外頭正飄著雪 散發了一種神秘的氣息 等待了一陣子 帶我們前往藏王的巴士來了 抵達藏王溫泉街的時候 我們的住宿老闆已經提早的等候我們 看到他真的要那麼累你知道嗎 而且他是站在那邊等我們 好像一位爸爸在那邊等我們 在車上向我們介紹這裡附近的環境餐廳 這間住宿呢還有一件蠻特別的事情 就是我們需要到外頭的澡堂洗澡 現在先去洗澡泡溫泉 然後再回去飯店 抵達住宿後呢 我們就趕緊就請 準備明天期待的滑雪課程 哇 比昨天還大雪耶 隔天一早 我們帶著喜悅的心情啊 踏出門外 進見夢幻的雪景 說真的 來到了日本藏王為止啊 我還沒有親眼看見過 什麼叫做鎮鎮的下雪 雖然昨天我們在火車上已經看過了 但搭配現在這個白雪 輕飄飄的陸下的風景啊 我們三個心情超級激動的 我來摸一下 好冰喔 我記得那當下的感覺 就好像我回到五歲的時候 好美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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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捨自你 出發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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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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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宿老闆很熱心的開車 帶我們到雪具的出租店 我們每個人都在車上 一直沾探窗外的美景 好興奮喔 真的瘋掉耶 好誇張喔 怎麼可以這麼美 好美喔 就原本就覺得我們來滑雪 可是你的心裡預期沒有到那麼 這麼的漂亮 這麼的夢幻 對 然後看看我們五天後會不會還這樣說 天後麻痺 下雪了 謝謝 這個雪 要雪 走錯了嗎 太開心了 走那邊 真的好興奮喔 沒有 我們現在也很夢幻 因為在下雪 真的 教練 凱希 哈囉 凱希與凱瑞 是我在台灣認識的朋友 夏天他們是SUB教練 冬天呢 則是到了日本帳王來當滑雪教練 他們父親倆啊 熱愛滑雪運動 去年呢 還特地到加拿大去進修 45度 45度 因為我們都是初學者 我們沒有全套的雪具裝備 讓我意外的是啊 這裡的裝備 其實都蠻新的 而且也很衛生 不妨可以到這裡先租借 等確定愛上了滑雪再購買 但 我相信你一定會愛上的 頭要幫忙 頭好 我戴這個就好難 趕快戴起來 趕快戴起來 隔壁這件超可愛的 我們可以拿去室內 好 穿這個好難走路 對啊好難走 我覺得跟我穿那個溜冰鞋一樣 因為我們溜冰鞋也是這樣 也是這麼緊嗎 也是會這麼高 對 然後也就是靠整個進骨去控制方向 衣著的部分 來 可以看一下裡面穿 你穿 可以這樣拉嗎 可以 Jerry可以嗎 Jerry可以嗎 Jerry的粉絲會不會 一層 再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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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喔 握一握 握一握 握握一握 握握一握 我們哪有多遠先再上次看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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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在路上遇到要怎麼打招呼 看衣服打招呼 聽完滑雪前的裝備介紹 與安全須之後 我們就準備前往學場練習囉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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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頭的天氣啊 該怎麼說呢 呃 不是一個很適合運動的天氣啦 雖然是滿天雪花 霧蒙蒙的空氣 其實也挺浪漫的 歡迎大家來喔 上網 耶 我們今天要學的是Snowball 所以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不管大家今天 喜不喜歡玩滑雪 安全性 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小心 這個是把你的腳 雪鞋放進去 叫固定器 中文叫固定器 英文叫Biding 在穿上我們 這個Biding的固定器之前啊 因為我們是玩Snowball的單板 所以一定要先了解一下自己的慣用腳 為了知道哪一隻腳放在前面 哪一隻腳放在後面 凱希教練呢 給我們做了一個簡單的測驗 左腳 左腳在前呢 我們英文叫做Regular Regular 就是正常的 喔 我是正常的 然後呢 兩位是右腳在前嗎 右腳在前叫Woofy Woofy 就是不正常的人 嗯 還好我算是個正常的人 我一直都覺得我另外兩個夥伴 都一直不正常 在開始練習前啊 先來跟大家分享 我在上課時學到的幾個專業術語 第一集我們學習的單板 英文稱為Snowball 那我們常見的這個雙板 我們就會稱它為Ski 穿在我們鞋子上的這個靴子啊 我們會稱它為Boot 鞋子連接這個滑雪板 我們會稱作為Bidings 就是固定器 下坡時身體面向山坡 也就是腳趾頭的側雪板 和雪地接觸滑行 我們稱之為ToeSide 腳跟側雪板和雪地接觸滑行 我們就會稱之為Hillside 把你的前腳放進去 好放進去之後呢 請幫我把你的褲管輕輕拉起來 好 先讓它進去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鎖緊 斜面這個位置 把它塑緊 好 塑緊之後呢就慢慢站起來 站好之後呢 你可以感受一下 有沒有太鬆太緊這樣子 一開始凱西教練啊 帶我們做了很多熟悉滑板的動作 主要是因為我們一般走路 都是靠雙腳來進行 現在呢我們的雙腳突然要被綁在一塊板子上 確實有很多不習慣的地方 透過這些練習的方式啊 讓我們慢慢的來感受 板子與雪地的這個接觸 有些會不會畫面 首先把你的屁股靠近你的板 靠近一點 你可以屁股往下挪 或是把你的板往上挪 不要躺成這樣子 跳BREAKING 好 好來喔 等一下 好彈喔 這板子 天才 好彈喔 好彈喔 可以耶 第一次要放彈 第一次就成功 第一次就沒跌倒 一步跌倒而已 第一次從上面滑下來 其實滑雪跟溜冰還蠻類似的 有蠻多的力量呢 會透過我們的筋骨來控制 因為我們穿的Winter Boots雪靴啊 其實它很高 可以透過筋骨 还有脚趾来感受我们滑板旁的钢板与雪地之间的摩擦 小朋友学得还快 我们大人就是会想太多怕摔倒什么的 等着小小小朋友就完全不怕 海西教员说不可以看地板要看山上 所以要靠感觉自己的鞋舌跟你的颈骨那个感觉 去抓它的坡度的速度 我觉得滑雪的学习曲线算是陡峭 需要一点点时间来去适应 等我们练习完稳定后 初学者最困难的技巧来了 学习如何上缆车 我们现在要去搭缆车了 然后呢这个是雪票 雪票有分两种 一种是感应室的 因为日本呢 它的那个雪场 有一些雪场他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多钱 他没办法升级成感应室 感应室的话呢 就会像有这样子的卡 那通常像这种雪衣呢 通常都会有一个暗沉在你的手臂 到那边 回头看缆车过来 保持不动 屁股直接顺势的坐下去 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啊 其实有很多的技巧需要注意的 等一下呢 当你到缆车最上面的时候呢 降车位置 橘色线 过了橘色的线之后 站起来 想办法用最快速度 往左手边跑 OK吗 OK 好 那接下来就是把你们的板 我跟你讲 上下缆车真的是最难 真的不要太苛责自己 上下缆车真的会比你们今天学的滑雪都还要难 凯西教练有说啊 学习搭缆车 其实是初学者第一天摔最多次的地方 听教练这么一说 嗯 我还真的有点紧张 但是我们可以先选择爆板上车 先感受缆车的这个速度啊 同时呢 也可以看看其他人是如何上下缆车的 未来啊 我们要到其他的学场 为了有效率的到达其他的路线 通常我们玩snowball啊 都会穿着一只脚上下缆车 免得会穿穿拖拖拖不方便 等下一个 所以我都用刮 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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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妮阿妮 还好有安全的上车 哦 原来是这样的感觉 坐在缆车上欣赏了脚下的风景啊 也別有一番風味 雖然說下雪是挺安慢的一件事情 但在戶外吹風吹久了 還是挺冷的 要注意靠什麼 Shaking 好 再眼睛看過去 速度不要太快 就算你對於這個速度不怕 也不要太快 我要你可以控制均速 我們就這樣慢慢的邊學邊滑下來 漸漸的掌握到偷賽的技巧 我們花了一個早上練習偷賽 接下來還有Hill賽 哇 今天會是一個漫長的一天 我們剛剛是不是已經學會了 面對山上 由上往下滑 你們幫我回頭看一下你們剛剛滑過的雪道 嗯 很遠了 好 我等一下要教你們的是Hill賽 所以等一下我們是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只是我現在會面對山下 把你的重量都放在你的屁股 就是深蹲的姿勢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姿勢就是長這個樣子 等一下站起來之後呢 好 我們一樣放一點點油門 讓自己微微的往下滑 屁股的重量往下送到你的腳後跟 好 讓自己的速度非常的慢 眼睛看著山下一樣平衡 你自然就可以直直的下去了 來 你們放這邊 終於 雞群都有練到 真的 我覺得上波 Toe賽跟Hill賽用到的雞群 都好像不太一樣了 感受性也不一樣 初學者呢 一開始我們在教Toe賽的時候呢 很多人會用踮腳尖 沒有問題 可是你也很容易往前跌 所以如果你沒辦法控制好的情況下 你就會變成是 好 我有踩進去 我又跪下來了 凱希教練有說啊 其實滑雪是一項很輕鬆的運動 但像我是很難相信啦 因為我在做Toe賽跟Hill賽的時候 我的大腿雙腳是很痠很痠的 其實Snowball啊 當我們來回教他去做Toe賽跟Hill賽 其實就會很輕鬆 只是時刻來一頓溫暖的咖哩 是我現在最需要的 我要開動 小叮噹一下子就跑完了 沒有辦法學要多點 夠夠囉 直接上纜車 去到上面滑下來 吃飽飯後啊 外頭依舊飄著大雪 我們持續的練習 從高點慢慢的滑下來 再從低點搭纜車上去 就這樣不斷的重複的過程 就這樣不斷的重複的過程 好痠喔 腳超痠 尤其是小腿的前面這邊 超級痠超級痠 現在收到凱西一個任務 叫抱著板子 試試看自己一個人大 怎麼暫停了 停了 停了 出事了嗎 出事了嗎 Yeah we only have one life 雖然摔了不少次 但無傷大雅啦 只是有點懷疑人生 在這漫天飛舞的雪花中 導演說我感覺就像是 4E的中年男子 第一天我算是成就感滿滿啦 學會了S-Turn S-Turn就是兩個C-Turn 結在一起就變成S-Turn 當天的路線與坡度 對我來說還算是適應的 只有在C-Turn轉直板的時候 速度會變得很快 我才會比較緊張 依現在的程度的我 我只希望我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去嘗試 謝謝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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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做裝備嗎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准备好好的活用昨天学会的技巧 这边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就是 我们需要将我们的雪裙套在我们的雪鞋外 否则这个雪呢会跑进去湿掉了 这部分也是登山外套 登山裤 与雪裤跟雪衣不同的地方 感谢教练向我们介绍整个藏王的滑雪场的路线概况 其实滑雪这方面跟我们在登山一样 在户外滑雪风险还是存在的 造成意外的几率其实也很高 例如凯西说我们要随身携带这个资本地图 虽然我们现在有手机很方便了 但还是有可能滑雪滑到一半 手机不小心掉到雪里面 哇那这可能就要等到夏天的时候 雪融光了才有机会吵得到 在山区也有可能信号不好 进入较少的游客的路线滑嗨了也有可能会迷路 最后手机没电了也会开不了 所以在出发前一定要随手在游客中心 拿一张资本地图背着 你可以这样往下滑 它箭头就会告诉你它可以怎么样滑 它会不符合比利时跟不符合你实际的角度 会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要稍微看一下它的路线 陆平这条很漂亮 我们是可以滑的吗 我们滑山来会在这边这条都是绿 这条非常的平 平到你真的是需要下来走的那种平 所以是绝对可以 那如果OK的话我们就会慢慢的往下 往下 往到这 这边 往下滑 这边都是比较像是树林岛 就是我们所谓的逛山 就是我们要逛街 是逛山 逛山 对就是可以 让你距离比较长 不会是我们滑一段就要去打染色 或是我们滑一段我们就要休息 就是一路一路到你一直下山 这感觉 往稍微记一下 因为如果等下你真的迷路的话 你要自己看地图 想办法回到上支台 或是其他的三下 车站OK吗 好 那我们就准备去看看 我们不知道的是 凯西教练希望我们上去 帐王最经典的路线 所以直接越级带我们上到 更高的路线 好像很帅 就没头发可以帅 今天真的好轻哦 今天可以看到上面的那个 完全纜车站 哇 今天多了好多小朋友啊 哦 可爱咧 我们上缆车前呢 要先将泡泡袋给套上 预防我们在搭乘的过程中啊 钢板会刮伤这个我们的缆车 要搭这个包覆的缆车 它很小 它很小台 所以可能会撞到你的缆 或者是撞到它那个缆车 哦 好酷哦 谢谢 各位 出发咯 耶 今天大家不一样的缆车 真的 比较小一点点 对 哇 漂亮耶 哇 山下很夸张 那是云海吗 好像是耶 哇 那个好漂亮哦 它那个很漂亮耶 哇 整个云海耶 坐上缆车缓缓地向上 大家看着眼前的风景 不断地发出惊叹声 哇 那个山形那个好漂亮哦 真的 黑白黑白 哇 来了一坨树了 哈哈哈哈 站住了 软车旁就可以欣赏周围的小树冰 好美哦 Long Sky Cable 今天加入了两位新朋友 滑雪这项运动啊 越多人一起总是越好玩 毕竟看着大家一起摔倒嘛 总是有满满的乐趣 我们有倩倩还有Roger 跟我们一起练习 太棒了太棒了 这样子我就不会无聊了 下了缆车 复习系上白领 带着第一天学会的 S-turn喜悦的心情啊 开始今天的练习 准备啥开始了吗 我穿完鞋就我不敢穿 其实是那个Pull 2的那个恐惧感 前小腿超酸 这一块超酸 对喔 就是用那个控制 对 我嘴快抽筋 而且他那个鞋子 你一定要一直卡在这里 对对对 你没有办法拉回来 对对对对对对 刚刚说到的学道分级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世界各地的学场啊 难易度分级其实不太一样 以这次日本学场为例 若你是新手的话 建议可以到缓度比较缓的 绿线开始练习 等到有一定的基础后呢 可以选择红色的中级学道 当然还有黑色的高级学道 基本上呢 会是该学场最陡 或者是进入这个零道 比较有挑战性的路线 所以大家出发前 一定要好好的浏览要去的学道 不要误入高手去打怪咯 等一下 就是帮我做S-turn的练习 OK吗 那如果有很多雪 请把它用的手套 拖一拨再把鞋子穿起来 为什么呢 第一个是如果有很多雪 你的脚踩上去 它会有个高低差 就很像女生穿高跟鞋 你滑一滑它一融化 你的巴一顶就直接松掉 你可能一松掉你就直接喷飞 所以会非常危险 其实我一直以为 今天会是更加顺利的一天 毕竟昨天的状况还挺好的嘛 但我完全没料到今天 会是我最挫折的一天 所以能中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厉害 是摔倒很厉害的Danny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的耐心等待 耶 怕吓死了 我早上是全身肌肉紧绷到 連站都站不起来 我第一天偷菜 落力飘可以自由控制 我今天早上连偷菜都没办法 太紧张死了 可是我觉得是自己嚇自己 后来比较放松之后就OK了 我发现我需要很多时间暖机 而且他就有在看你们哦 就你们下来他都知道 他在我旁边也有说 就也在看你们 来了来了 好美啊 天啊 当你快到了22号缆车站的时候 左手边有一间餐厅 把你的板子往那个餐厅移动 去餐厅 吃饭 进去餐厅里面 哦 好多人耶 我的脸都红了 自然的粉扑 唉 多人 可是我觉得真的要面对自己的恐惧 对 对 这个抓手 偷菜 黑偷菜 偷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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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手 目前是这样 但是那个陡坡太陡的那个 我真的还是没办法 那太快了 刚才 噢 我还记得我当天早上出发的时候 我还跟凯西教練说 操爆我 殊不知呢 第二天我就真的被操爆了 这边 现在要滑到那里而已 哟哟 整片的耶 天哪 因为山坡的抖度的影响啊 速度会变得很快 我原本熟悉的C-turn啊 一直做不出来 每次做每次摔倒 当我以为已经摔得够惨 这时候凯西教練又给了学员一个挑战 打指板 很多地方是绿到 我希望你们可以试着打指板 嗯 因为完全 到后来会没速度 是你一定要脱板子走的那种情况 嗯 所以给自己一点勇气 去感受打指板 你要如何让你的宽骨 转过去变成指板 好 因为未来你们一定会 很多时候都要打指板 嗯 现在我开始怀疑 是否能在这几天中学会流畅的滑雪 我还记得 大家当时也是摔到怕了 即使准备好 也迟迟不想站起来来面对 人家浪费时间啦各位 人家浪费时间啦 人家浪贵啊 滑雪是一个很贵的东西啊 人家花了6300元 一票 Time is money 嗯 Time is money 滑雪真的不便宜 I'm on your side I'm on your side 今天是个相当挫折的一天 但我们能体会改气教练的用心 因为如果是我们一样 在第一天的律区练习的话 虽然动作能做得出来 但进步的速度也会很慢 希望明天的练习 能感受到自己的进步 这天大家拖着疲惫的身体 来到了雪场 我的脖子超酸 脖子好像 昨天被车撞到 弄掉 可是他的脖子 因为我昨天有这样子 啵 还好有戴安全帽 真的要戴安全帽 因为看到蛮多 其他的滑雪者 他们都没有戴 然后 我觉得我自己是亲手 我自己要戴 然后昨天就 我自己状况没有很好 然后就往后起 然后就砰 还好戴安全帽 然后脖子 现在目前是酸痛的 今天好像起 有点起来 爬不起来 我今天要想要把 S型给练好 在 没有那么抖的这个坡度的时候 要把S型给练好 这是我今天最大的目标 脖子是不是很痛 脖子是不是很痛 脖子很痠 脖子很痠 这就是初学者最怕的摔法 你如果偷晒往下跪 没事 偷晒你屁股往下跪 最怕就是你偷晒往后跪 然后或者是你偷晒往后跪 然后往前跌 今天他也怕不起了 我要说回昨天那句话 凯西偷抱我 经过昨天的洗礼 第一天的自信直接打回原形 不确定我今天能不能滑得顺利 我觉得这个坡度 才是我们的坡度 昨天那个上去不知道干什么 这个有比较好 这个油比较好 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 烏默默的一片 同时下着大雪 但好消息是 午餐可以吃得很丰盛 因为现在 那天气也不好 在这边等着 你说里面很高级是吗 很高级喔 还用暖爐呢 三五郎小屋是藏王滑雪场中的人气小屋 在12号揽车下来后 映入眼帘的是一栋极具特色的木造建筑 特别的是三五郎小屋的室内装饰 非常的欧式 不管是音乐啊 家具或者是灯光 也有撞球台 杂志 红鞋机 火炉旁的晒衣架也可以去做使用 他的过照是 这边有一个吹气孔 这边是漫画类 这边是书籍 滑雪之余呢 还可以看点漫画 根本就是户外型的文青之旅嘛 所以他们这边其实是有住宿 他们住宿是在下面 三五郎小屋不仅有 丰盛的食物补给之外呢 也有住宿可以选择 凯西教练有说明啊 若是新手第一次要来的话 不建议直接住在里面 因为这里一住进来 就是单纯的滑雪而已 会对呢 想去其他藏王的观光行程 会不太方便 因为你要坐车到外面的超市 或者是买东西 真的会比较不方便 所以这里适合只想单纯 长期滑雪的游客 凯西教练啊 还给我们分享店内的祭杯介绍 藏王小屋呢 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就是祭杯 同时可以是季节的季 也可以是季放东西的季 喔 两个双关 我自己把它当作是双关啊 就是你可以买他们的杯子 然后他们杯子一季是五千块 五千 五千日元 然后呢你就可以 无限使用它这边的饮料 就是它这边机台有的 就都可以这样 直接自己装 直接自己装 对对对对 玉米牛汤 好赞喔 怎么这么赞 好幸福喔 这里提供的餐食也有很多的选择 这个菜单真的非常丰富 我这个美食爱好者 一时之间有点选择障碍 尤其啊我们点了我们向往超级大份的经典牛排 也有冷热饮的自助吧可以使用 这边呢吃饭还有还有线可以做充电 这洋葱很好吃耶 好好吃 这边真的是享受 而且我觉得价格没有算到很贵很贵 我觉得还是要早一点来 就是早一点滑雪 早一点吃饭 早一点的去练习 好吃 很好吃耶 它带有一点点酸味 对 我觉得还有酱料的关系 好吃 整个能见度有了 耶 看得到方面了耶 开了开了 随时天气逐渐转好 我们开始下午的练习 昨天凯西让我们是越级大怪 好恐怖啊 目前为止我个人认为滑雪最大的恐惧是速度感 我对于速度的感受性 我认为在其他的运动上 例如骑单车 溜冰 算是还蛮享受的 但是滑雪的S-turn时呢 当这个滑雪板转向中间的时候速度就会变得非常的快 我的身体呢就会慢慢开始往后倾斜 导致重心偏移 我在做动作的时候就会不正确 而且会摔到翻过去导致头部会装到雪地的那种 还好是有戴安全帽 头部才没有受伤 但是我的脖子啊 就会有那种向后甩的那种取向 我的头部向下延伸的脖子 肩膀到整个后背都有拉伤的疼痛感 导致下一次练习时速度一起来 我又开始了畏惧 动作又再次的歪掉 今天跟昨天都是 然后我的速度不敢快起来 就算我快已经很慢了 我还是不敢退 不敢转了 因为转了就是觉得会摔爆 对 就在某一次的练习 凯西教练的一句话 让我开始掌握到一点绝窍 那你就想我刚刚不是说男生较掉的地方 对啊 好你在想打炮的姿势 OK OK heal sign 如果你不舒适 你不舒适 那我就 摔了几天之后 没想到一个小小的转练 我就成功地学会了 啊 啊 啊 等一下 我下发OK 太快了 我下来 我们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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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吧 啊 哈哈哈哈 這是誰要派的時候 他是 他還沒結冰 他還沒結冰 你看這邊就湖水 你看他還沒結冰 真的是濕的耶 所以你下去他可能就下去了 好 那我們派你就好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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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先下去耶 我們的友誼小船就這樣翻掉了 好痛 友誼的小船真的翻了 沒有人想要去就快要掉進湖裡的Danny 三個機頭都沒救我 都拿手機 剛剛真的是陷下去耶 不看 不怕不怕 我們就這樣練習到了傍晚 好棒喔 你是不是有一次等我很久 然後他等了20分鐘吧 我覺得躲在廁所窟 真的很挫折 我就很沮喪說為什麼我會中不到 我們昨天超級上的 我們昨天好像吃飯的時候也是啊 我們昨天超級上的 所以我才說 我在跑去跟凱希說 凱希為什麼我做不到 叫你做一些奇怪的事 然後就會了 所以我認為啊 滑雪請教練教導是必須的 至於我們選擇台灣級的教練好處是 可以幫助我們有效率 而且安全地學習滑雪 台灣級的教練因為有著相同的文化與溝通方式 可以更懂我們的內在的心情與當時面臨的恐懼是什麼 凱希教練呢 是真的很細心地來教導我們每一個人 他了解我們每個人的個性 或是我們卡關在哪裡 他都能慢慢地引導我們 使用我們能了解的方式解開我們練習上遇到的難關 我認為啊 接觸每一種運動都是在學習成長 我們都會遇到擅長的階段 也會遇到挫折卡關的時刻 調整好心態很重要 而不是遇上挫折而輕易放棄 誰知道我們調整好下一趟 我們會滑得更順呢 動作更優美呢 好可怕 不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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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